我們今次講到常用介入的技巧 即是有甚麼方法可以用得著 在不同輔導的情況去幫助那對夫婦 而這是第一個重構 意思是將夫婦面對的問題 從負面轉向正面 將問題從個人轉向夫婦兩個人 因為很多時候 有時她覺得很慘 我丈夫不聽我說話 我太太又太囉嗦 重構即是將她重新去看這件事 丈夫少溝通 因為這是通常男性的情況 因為他們著重事情、工作 你明白這件事的時候 然後接受到原來男女分別 不是我丈夫 代表她不愛我 不過她不懂得去愛 不懂得去關心 重構那件事就是說 她需要學習 她需要調教 這樣的時候就不會說她不理我 即是將那個 那個解釋改變 那個太太很囉嗦 因為她很負責任 因為太太看到家裡的東西 她不合心 或者丈夫沒有溝通 她的心裡面就會很掛心 很掛心的時候 她心裡面的情緒受影響 明白原來她有情緒的時候 就好像壓力煲一樣 所以她不能夠不說 所以她不斷去說 這個就是知道的問題 所以答案就是去處理 那重構就是說 並不是好像想像中那麼差 因為有些人想離婚就是什麼 丈夫都不跟我說話 那她想離婚了 很沒有忍 那因為她不懂得 怎樣令到婚姻是 即是兩方面都不懂得 那重構的時候 主要就是說 那個問題在她 她不懂得學習男女的相處 那時候就不會說 好像當正她 就是一個很差很差的丈夫 所以很想離婚 那很多人都是 其實很多人找我 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他們都是說 好像相處很辛苦很辛苦 那她不知道原來 就是因為男女的分別 那主要學習調教 那就可以了 而很多太太她見到丈夫 想溝通又溝通不了 那就很猛 那因為這個也是 男性有時的問題 那她明白這件事的時候 她就不會看得那麼嚴重 那將正面的意義 放在負面的問題上 不只控一方帶來問題 就是兩方面的 不只是一個人的 是兩方面一起相處的時候 有的問題 不只是這個人很差 那個人可能和其他人相處 沒有問題 那太太很不明白 為什麼她和人這麼好 和我不好 有個原因 因為太太太太負責任 負責任的時候 她有很多壓力給丈夫 她丈夫有很多壓力 她就很怕說話 又不想說話 那她和其他人 大家都 就是 吹水 沒有所謂的 說錯又不要緊 什麼都不要緊 但是和太太呢 如果說不出她的心 她太太就會不喜歡 所以她會有壓力 那她的問題不是一方面 是雙方面一起的時候 配合不了 好 好了 先說重構 這個就是 其實 很多種的情況 譬如說 丈夫工作得很過分 不理家人 那很多人的看法 就是怎樣 她不顧家 不理家 但是重構 就是她因為很顧家 所以她想做很多工作 讓家人有錢做到一些事情 那這個是在乎看法的 那這個是需要了解 就不是說 丈夫經常都想做工 所以她不是一個好的丈夫 那個重構 其實很多方面都可以重構的 譬如說 丈夫經常都很緊張她媽媽 那就忽略她太太 那她就可能覺得 丈夫不愛她 但是如果重構 就說 因為我丈夫真的 她是很愛她媽媽 她不懂得怎樣調教 跟她媽媽和太太的關係 所以她就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於是重構之後 就覺得只是調教 就不是說好像沒有希望 就是很多的問題 都可以在重構裡面 可以解決到的 然後找方法 就是知道那個問題在哪裡 就去找方法 所以作為輔導者很重要 就是一個很客觀的 很客觀的 看那些問題 不帶著情緒 不帶著那些懶惰 有沒有搞錯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你太太的 這樣懶惰 那她沒有這種冷靜的心 她就不能夠引導到 雙方 雙方就覺得很辛苦 這個就是作為輔導員 她需要幫她重構 好 增進親密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怎樣大家能夠更多溝通 更多關心 更多愛 那也都是因為很多時候 有很多難度 就是之前我所說的 溝通的問題 或者有些不合心的時候 太太又很情緒化 於是丈夫就不敢說話 不知道什麼時候說錯話 這個就是 去怎樣增進親密 有不同的方法 這個其中是關懷日 這些細節 這些方法 我們未必逐樣逐樣很詳細地說 主要就是說 有些日子 大家可以更多的關懷 更多建立關係 而且是必須正面的 就是可以怎樣過這一天 而不是說請不要忽略我 這個正面就是說 我們想想這一天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我們一天一起放假 今天有這個時間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還有明確 就是說當時會做些什麼 而不是說 就這樣關心你的家 這個就不明確 不清晰 明確做些什麼 我們一起那天 做些什麼 一起出去走走 去找地方散步 去旅行 一起出去吃飯之類 至少每天都做到一些小事 就是 就是 就是說 不是一定 有時候 是有些很少的事 表達出外心的 就 不能夠 將最近發生的尖銳衝突 當作主題 就是說那天關懷日 就不要在那裡 在那裡清算 處理那些發生的事 那天就好像吵架日 那樣就很辛苦 那這裡 那些過程 其實真的每一個人不同 那他這裡就說出說 是想配偶為自己做大約 十至二十樣的事 讓自己感到被關懷 那而寫出來 那這個輔導員 引導他怎樣修正 寫得正然的 和具體的 那在這個清單那裡 就選出五樣 可以承諾自己先改變的原則 就不要等對方改 我自己怎麼改 鼓勵他們呢 紀錄配偶為自己所做的關懷行動 要作下一次面談的時候 評估之用 那這個都是很有用的 就是說呢 兩夫婦真的說低 去想一下 brainstorm 即是說 brainstorm這個字 即是說 去 隨意去想 想一下有些什麼方法 你希望對方會對你做的 那又選出幾樣 那然後呢 就 去評估了 是不是做得到 那這裡說出一些 一些實際具體的例子 那這些呢 就 我想我不詳細說了 因為這些 就是 比如說 接吻 送花 跟我說些什麼說話 那因為這個 powerpoint給了你們的 所以你可以慢慢看內容 就是有些什麼 令到你覺得舒服的 那我想對方做的 那由丈夫的要求 也可以寫出來 那這裡是一些例子 那另一個 那個建立關係呢 就是愛情銀行 愛情銀行的意思就是說 增加積極的相處 減少消極的相處 就是說 凡是一件事做在對方身上 覺得舒服的 令到他開心的 什麼行動 什麼行動 都是令到那個關係 好像銀行 多些錢 那變成有什麼事發生的時候 大家都會去支持 但是不要好像 我做了那麼多 你都沒有做 那你就變得又相反了 而是真的很願意做 很樂意做 很樂意做 很樂意做到對方 令到對方舒服的 那這種心態呢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學的 但是 在夫婦呢 很多人就覺得困難的 因為相處得多 所以變成有困難 但是如果我們明白 因為這個是我們 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我們的配偶 很多人沒有這麼想的 只是覺得呢 是世界上最煩的人 很多人覺得 經常都面對很多煩惱 很多問題 但是如果用一個看法 他是我世上最重要的人 如果他喜歡我 我們大家喜歡 相處就天天都開心 但是呢 如果大家呢 相處的時候 只是忍受呢 是不開心的 還有呢 我也都鼓勵大家 或者你教導的人 幫助的人 不要只是 滿足於 我們都相安無事 這種是一種層次 相安無事 沒有吵架 但是如果只是沒有吵架 那這個層次真的很低 譬如教會 那樣 定義一點 給予相愛 大家不吵架 這個層次真的很低 那我們當然會希望 大英展會會關心 幫助 有新人會歡迎他 在小組會討論 會關心 回應人 為人討告 這些才能夠建立到關係 人對於教會都會這樣 何況對於婚姻呢 但是因為婚姻呢 都有頗多人 心中呢 是有條刺在那裡的 很多結了婚的人 心有條刺的 覺得對方很難相處 很難頂 他很多事情很難頂 要求很高 很難跟他建立關係 跟一些新的朋友 反而容易 這個是需要我們克服的地方 就是說 我為何會這樣想法呢 我們怎樣可以處理呢 待會都會講到情緒那裡 是會有機會會講的 其實今天 還有下一次講的都幾多 所以 所以 我們有些地方就跳了 就是盡量做一些 令到對方開心的事情 這些例子 這些例子 我不講了 其中安排拍拖時間 OK 好 處理情緒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 第一個集作是幫助夫婦 分享自己 和感受經驗 世界 第二個集作是幫助夫婦 釋放怨恨苦讀 那些苦讀 那些苦讀 那就有一個練習 叫做 感覺的世界 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 感覺的世界 是一個練習 需要去一起做的 那這個感覺世界是怎樣呢 就一起讀 感覺世界 待會我們會一起讀 一起看的 那就完成一些句子 寫我的感覺世界 上高的一些罪術 就是譬如說 我 有人送 和我慶祝生日 我會有什麼感覺 有人和我不同意我什麼感覺 這樣寫 有不同的例子 然後 大家對著對方坐 然後開始去回應 OK 這個真的很好 這個 大家可以慢慢看 但我們大約這樣說 感覺的世界 是一個具有感情和情緒的世界 是一個充滿情緒和熱情的世界 是快樂也有悲傷喜悅 我們一起讀 喜悅、生氣、興奮及無聊的世界 有時無聊的 有些時候無聊的 我的感覺 是我對周圍事物的自然情緒反應 是和我完成或未完成的期待相關 或被他們所引發的情緒反應 以及我對事件行為的解釋 這裏就是講到情緒 就是我們對於所有發生的事的不同的反應 繼續 我的感覺會透過身體表達出來 當我興奮時 我可能說話得較快寫大聲 當我悲傷時 我的語調就慢而平緩 當我大笑時 我的身體會抖動 當我痛苦時 我的眼腔充滿淚水 即使我並不清楚我的感覺 我的身體會散發 我正有所感覺的線索 而這些線索別人也可以感受得到 就是說我們有些情緒的時候 身體是會有反應的 例如血液沸騰 或者整個人呆滯了 有不同的 而這些感覺 我們自己感覺到 別人都可以看到的 接著 我有各式各樣的感覺 就是會快樂 滿足 有盼望 無望 冷漠 痛苦 不安 驚喜 困惑 悲傷無聊 害怕生氣 滿意 長和 放鬆 寂寞 喜悅 愛意 自信 自責 驕傲 崇敬 每種感覺有不同程度的呈現 我可以同時有好幾種感覺 而且那些感覺可能比起衝突 即是怎樣呢 由愛又恨 有個例子 那個配偶失蹤了一天 不知道去了哪裡 很擔心 然後忽然間出現 又愛又開心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回來了 又恨 為什麼你走那麼久 你還不發聲告訴我 即是有時發生的事 我們是會有不同的反應 同時出現的 接著 我的感覺對我而言是非常真實 而有價值的 因為他 因他如同我的思考 知覺及行為一樣重要 他們能幫助我對生活有更深的了解 知道事件及人對我的影響 就是我的感覺對我非常有價值 是讓我知道我到底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我會有這種感覺 為什麼我會 比如說開心或者不開心 為什麼 有時很可憐 有人送一個禮物給我們 我們可能不開心 為什麼會不開心呢 我欠他的事 我要做一些事給他 有時人會這樣想法 不知道送什麼給他 任何的事都可以有一個正面或者負面 為什麼我會這樣 因為我們太多自我批判 經常都好像欠人那樣 那些感覺欠人的人 其實很多人都會 總是覺得 為人做的不夠 人家做的更多 於是心裏面就是欠人的感覺 那我們會不會有時 都會有這種的感覺呢 當人家送一些東西給我們的時候 或者做了很多東西的時候 我們自己覺得好像虧欠他那樣 然後 我的喜悅幫助我去慶祝 以及更確定我所喜歡的人和事 我的無聊讓我知道 最好去做別的事 就是我無聊的時候就知道 要做些事不要那麼無聊 我的害怕讓我知道該自我保護 一怕就要保護自己 沒有感覺 我的生活會變得荒謬 但是基於一些原因 我們大多數常被教導去忽略 我們所有的感覺 小數壞的感覺 如果人沒有感覺 生活就變得荒謬 但是也有很多人埋藏了 埋藏了感覺 慢慢真的沒有感覺 那為什麼呢 因為多數人都是被教導 你不開心 不要理它 不要想 不要那麼不開心 不要哭 這樣 會被教導 這樣忽略 不知道 原來其實這些感覺 告訴我們一些東西 所以其實感覺我們需要處理 不是去忽略或者壓抑 長期壓抑 那個人就會變得麻木了 而我們的感覺 也是我們溝通的一樣 可以幫助大家有個好的關係 不過很多人就很怕 很怕什麼呢 說給一個人聽 我怕 女性說這件事就容易 男性說好像很軟弱 很害怕 很害怕有什麼發生 好像很軟弱 這樣就會壓抑自己 原來這些感覺其實是非常重要 首先我們自己知道 我們有什麼感覺 然後我們當然選擇性跟別人說 如果你跟你的配偶越說得越多 能夠自由地說 而大家都沒有控訴 就表示你的關係很好 即是你會能夠說出來 而不帶有控訴 這樣的時候 即是說兩個人很接立對方 好了 繼續 一些人被教導要做個理性的人 一些人被教導去否認或逃避 被生氣痛苦驕傲或有性慾的感覺 即是全部都要壓抑 因為覺得說出來很醜怪 每個人可能都有一個列表 記著我們可接受或無法接受的感覺 有些人將感覺藏於心底的最內層 不允許自己用文字或行動來表達 舉例來說 為了避免衝突 所以我們不表達生氣 為了不讓自己變得溫柔 所以阻斷了向人傳輸戀意 不喜歡軟弱 所以不表露恐懼 即是說 為了避免衝突 就不會說出我們有些東西生氣或者不喜歡 這個都是需要智慧的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說我生氣的 因為說生氣有些人是會不頂得信的 但是如果配偶都能夠說出 我看到這件事發生 我的心是有生氣或者不開心 是能夠大家明白到對方 也都知道我可以怎樣處理 表達說出來不代表我是爆發 而是我知道這件事我看到不公平 我的心是有生氣的 為了不讓自己變得溫柔 阻斷向人 就是有些人 他為了不要讓別人覺得你這麼溫柔 就不要傳達一些戀意 或者不喜歡軟弱 所以不會表達自己的懼怕 如果我的感覺是用來服侍我 幫助我過有意義的生活 那麼我必須知道這些感覺 以及貪玩的高度和深度 而且能夠以適當的文字語言及行動表達出來 如果我否認或避開感覺 我會失去控制他們的能力 而且反過來被感覺所控制 接著他們可能在我不想要他們的時候出來 或是在不適切的時候出現 他們就帶來壓力、胃痛或頭痛 其實感覺是為了服侍我們的 讓我們知道我們面對著什麼問題 但是當人不使用這個感覺的作用的時候 他就不達到這個目的了 我們首先要知道什麼感覺 然後就能夠表達出來 向適當的人表達出來 如果我否認或者避開感覺 我就會失去控制他們的能力 都不知道自己 譬如有些人他不知道自己生氣 他很生氣 人家告訴我你很生氣 你為什麼生氣 他就說我都沒有生氣 有些人他是不知道自己生氣 他就令到他反而帶來壓力、胃痛或頭痛 所以他不知道其實那些情緒是在影響著他的 不如我講 這樣就快一點 在某些方面 當然我們不願意讓感覺 在我們生命中有合適 或者自然的歸屬的時候 就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即是我們不去接受我們的感覺 就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我們接受感受所有感覺是正常的事實 我們可以不需要為我的感覺見白 或者為他道歉 我可以自在地承認 我是人 所以我有感覺 你也是人 因此你有感覺 即是說我會覺得害怕 我不需要解釋 我又覺得生氣 我不需要解釋 我只是說 我真的有覺得 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 我又覺得生氣 但生氣不代表我去打人 我裡面是有這種憤怒 有憤怒不代表我永遠都憤怒 當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是有憤怒的 只是去這樣表白 當我接受這個事實的時候 增強對感覺的國策 我就能夠用更多不同的方法 來表達 要怎樣表達感覺 是我自己可以決定的 現在我能夠改變舊有的表達方式 當我越多練習 就越習慣表達我的感覺 我們可以選擇表達的方式 有些人選擇的方式是甚麼 是淋桌 很生氣 他一旦不喜歡 他的方法就是 很生氣的反應 其實令到人很害怕 但他只是說出 當我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的時候 我會生氣 我見到你這樣做 我會開心 很多人都不會說的 他說多謝 但他不會說 我見到你和我煮一餐這麼好的食物 我很開心 我見到你煮一些我特別喜歡吃的東西 我很開心 那很多人是很少說這些東西的 我們都可以 這段文字我真的覺得很好 在婚姻中 如果兩個人都能夠有能力去覺察 所有的感覺 適度地表達 和彼此接受的時候 就可以增加自我察覺 並加強互信和親密感 大家的信任和親密 他亦都會讓一些伴侶變得較為脆弱 較為脆弱 意思就是說 他將它裏面的脆弱說出來 他可以帶來自我察覺 與成長的潛力 和增加信任感和親密感 這個冒險是值得的 是一個冒險的 為什麼呢 當有人覺得 我失敗的時候 我很失望 是一個冒險的 他說這句話 為什麼呢 人家說 你這麼脆弱的 你這麼沒用的 我們 其實任何人失敗 都會不開心的 都會失望的 我們沒有一個人會覺得 沒有什麼 不過問題是 我們之後做什麼行動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 你失敗就不應該過得失望 你應該立刻奮鬥 這個就是壓抑 還有你立刻要 立刻處理完 但是人是不會立刻處理完的 有時候我們做錯的事情 你發覺 有些事情是 很長時間都不會走的 大家想好 有沒有一些感覺 你幾十年都沒有走過 想起一些發生的事情 經常想起 都有一些不開心 有沒有試過這樣的情況 其實人人都有的 有些事情發生過之前 覺得後悔 覺得憤怒 覺得不公平 委屈 是有些 以往發生的事情 都可以在心中 一直深藏在那裡 如果我們能夠 接受自己的感覺 也都能夠跟親密的人說出來 是可以處理到這些內心的感覺 人是會更加健康的 大家會發覺有些人 他很難跟人相處 很難跟人溝通 他裡面藏了很多這些感覺 很多傷害 他不能夠說出來 所以其實輔導 其中一件事要做 就是讓人去說出來 接受 而他覺得被接立 這個感覺是正常的 然後才去想去怎樣處理 處理不是壓抑 不是不要害怕 而是講 找出的原因 我們怎樣可以克服 勝過這個懼怕 就不是說不用害怕 這裡就是講到一些句子 當什麼時候 我最快樂 我回頭 我們在這個文字之前 就是讀這個感覺世界 就是剛剛我們讀的那些 然後各自完成 句子填寫 我的感覺世界 那些最實 就是下面那些 那夫婦開始面對面 她開始講了 有一方說 當我在婚姻裡面 我在一起的時候 當什麼時候我最快樂 那另一方盡量和她 保持眼神的接觸 伴侶專注傾聽 對方表達她的感覺 和接受 唯一可以問的就是 澄清對方的意思 表達感受 不是要被討論或者反對 聽、接納、接受 就是一個 一方給另一方的禮物 就是說她覺得 什麼時候我最快樂 我們聽到就說 你陪我去的時候我最快樂 你那次讚我我很快樂 那我們就接受 很開心 很開心 聽到那次我讚你 你很開心 我們就接受 就不是去討論 不是去研究 而是一個感情的回應 感情的回應對方 好 當一個分享之後 伴侶都同一個項目 分享她的回應 她有什麼回應 就是說 我 我很開心 重複這個過程 到所有項目都談論完了 互相 互相 談論在這個過程中你的經驗 想法和感受 好 OK 這個就是那個 那段文字 然後後面就是這些句子 在我婚姻之中 我們一起的時候 什麼時候我最快樂 可能很多人說 我從來沒有跟對方說 我什麼時候快樂 好像都沒有什麼人跟別人說過 我什麼時候快樂 這些東西好像收起來了 於是我們就失去了一些開心的時刻 很多開心的時刻 其實是可以分享的 亦都大家建立關係 當夫婦是時時都這樣做的時候 她是會很喜歡這些時刻的 她很喜歡去講出這些感覺 所以我鼓勵大家 現在就算這裡是單身的 你也有些朋友可以跟你說這些 都是非常好的 譬如我們友誼之間 什麼時候我最快樂的是這樣 另外就是 什麼時候我最悲傷 有些人就覺得 說這件事好像很… 很令到對方失望 譬如說那次 你忘了接我 我約了檢中佔我 你又忘了 這樣我很失望 很不開心 那對方就不用要解釋 那次塞車嘛 告訴你 塞車嘛 塞車嘛 所以就不要來 其實對方不是想聽到這些解釋 只是說 原來我這件事令到你這麼傷心 我真的很抱歉 我知道原來這件事這樣影響你 我多謝你勇敢地告訴我 大家就覺得 被接納了 就算有些不開心的事都可以被接納的 在我的分享裡面 什麼時候我最生氣 有些人就覺得 當然先說了一些正面的線 最生氣 最生氣 如果我告訴你 你都聽不到 你都不回應 那 有一個可能想解釋 你說得不清不楚 你那些事情 那些女人的想法 我男人怎麼明白 那這些是解釋 那 只是說我接受 我多謝你告訴我 原來這件事令你這麼生氣 我很對不起 我會盡量留意 你可以告訴我 我怎樣做法 會更加好 這樣 很多人就覺得 哇 說這些真的很困難 但我希望大家想像到 當一個人 兩夫婦 或者兩個好朋友 能夠說什麼時候開心 什麼時候不開心 什麼時候憤怒 而能夠接納 不是這樣 可以吵架 可以吵架 另一個人就 哇 這樣你都生氣 有沒有搞錯 你這麼沒有 心胸這麼窄 這樣吵架完 他更加不敢說 但如果他接受 原來我做這件事令你這麼生氣 我的心就明白了 我多謝你告訴我 我會留意的 你告訴我 我怎樣可以避免這些令你生氣的情況 雙方會覺得很安全 就算說給對方一些的感覺 當然我們說的時候 不是要令他不舒服 只是說出我真的有這種感覺 大家有沒有問題 關於這方面 你聽完有沒有覺得 哇 有沒有搞錯 發生氣都說了 當然我會說多些正面 但是如果能夠把那些發生氣都說出來 這個是很有安全感的 這個對於有些人來說 是需要消化一下才可以接受到這件事 好了 婚姻中最好的事是甚麼事 這些容易說些 這個當然對方很舒服 你做甚麼的時候 我覺得被愛 這個當然對方很舒服 你聽我說話 你關心我 你抱著我 我覺得被愛 在婚姻中外 最擔心是甚麼呢 有些是不能說的 那個太太說 我最擔心是你失業的時候 那我丈夫呢 就說我控制不了 老闆解僱我 我沒有辦法控制 她因為覺得被控訴 但是太太不一定要控訴 只是說我是擔心 那我丈夫只是說 原來你擔心 其實我也擔心的 我也很害怕的 我們一起面對 我們一起祈禱 我們原來知道 我們大家都會有害怕的 那不是代表以後都害怕的 而是我們怎樣可以處理這個懼怕 這個就是勇敢面對我們的感覺 實際上這個世界很少人是這樣 講出任何的感覺 實際上是很少很少 我最喜歡自己是甚麼 這個有些人覺得 好像驕傲那樣 但這個都是令到對方知道 原來你最喜歡甚麼 你最喜歡我自己 能夠傳到灰音 家裏有些東西弄好 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我很開心 我煮一些飯 你們喜歡吃 我講出開心的 我喜歡的地方 我喜歡自己 能夠建立到我們家庭的關係 就是我最不喜歡自己是甚麼 譬如我這樣 我最不喜歡自己很肥 你也是肥的 說完你不喜歡自己肥 你也是肥的 但他真的說自己不喜歡自己肥 他說出來是勇敢的 但另一方可以回應他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喜歡自己肥的 我喜歡自己肥的 OK 其實 其實我們就是 如果對方 你覺得對方有些事情 他不喜歡自己 我們就學習去接立 其實真的一個人相處久 不覺得對方是肥的 因為見慣了接受了 我不是很覺得你肥 我覺得一起相處 我覺得舒服 肥不要緊的 不過你想減肥也是好的 對身體好的 但這個不是一個批判 就是你整天減肥都不成功的 我想提議給大家 你知道減肥是怎麼容易成功的 你盡量少吃碳水化物 你會很快減肥 碳水化物 即是飯麵包 粉餅 蛋糕 甜食 你吃菜、魚、肉 你吃足夠 你會有很多多餘的脂肪 你會走掉 另外關於你我最喜歡的是什麼 對於你我最擔心什麼 有些人就很害怕這件事 我和你最難分享的感覺是什麼 這個真的要先說其他一些 我最難和你分享 就是我自己 有時人會有些什麼感覺 內疚 有時對夫妻都有 我覺得有些事情我做得不夠好 我很難說給你聽 我很羞恥 這些在二二七頁那裡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你可以練習 試著找人練習去做 你會發覺很大的突破 我最容易和你分享的感覺是什麼 通常是成功啊 開心啊 對於你我現在感覺到什麼 對於你 我在你面前我覺得什麼 對於我自己我現在感覺到什麼 當跟你分享這些感覺的時候 我覺得什麼 希望是覺得安全 因為你會回應我 所以 雙方一定是 是懂得正面回應 才會有正面的溝通的 如果對方是踩下它 根本是很快就 即是以後都不敢的 所以一定是雙方都明白 一定是用正面的回應 才大家呢 才大家能夠繼續這樣溝通 我希望大家會嘗試去體會到 原來這樣的溝通是非常好的 這個情信 他在二二七頁那裡 其實這個情信 不是我們數普通的那些情信 是完全不是的 這個是一個書法信 我想叫做 書法 書法自己的感覺 因為他有很多 他有正面負面的感覺 都表達出來的 他說 夫婦之間有虎毒銀行 如果不定時清理 相處的時候 職傳的負面感覺 釋放一些怨恨 就會有很多的破壞 這個情信的目的 就是 有五種不同程度的感受 表達你的憤怒、怨恨和指責 然後去到另一個層面 直到你能夠表達愛為止 那他就會有 我自己 這個是他講的 我只是將他表達出來 我就覺得 一開始講憤怒、指責 真的 我有些質疑這件事 不過這個我只是 在書裡拿出來 他第一部分就是憤怒和指責 我不喜歡什麼 我怨恨什麼 我憎恨什麼 我已經對你感到厭煩 因為寫這些 我覺得很快 對方已經不想看了 所以我覺得 是應該講 但是他又覺得 要講完這些事 才能夠講愛 我覺得 是應該開始的時候 講 我會和你表達一些感覺 因為我愛你 我看重你 我關心你 我很想我們關係更加好 而且 用風信呢 風信有好處的 對方可以冷靜地坐在那裡看 說呢 你說了兩句 可能已經吵架 所以這個表達 一定是要 很有智慧 講到厭煩、厭倦之類的事情 第二部分就是 傷害和悲傷 我感到傷心 傷害難堪 失望的時候 他最後都有我想什麼 我想怎麼樣 然後呢 恐懼與不安 就是我感到害怕什麼 第四部分就是 罪過與責任 我感到抱歉 因為我做過什麼事 我為什麼 很表達 很遺憾 請你原諒我 我意思不是什麼 就是我意思不是傷害你 我是請你原諒我 第五部分就是 愛、歡、說、了解和請求 我愛你因為什麼 我愛你當什麼 多謝你 我了解 我原諒你 我想怎麼樣 他這個信呢 就好像把所有的垃圾清理 但是我覺得 那個方法 我自己覺得 會有質疑 我覺得 表達了正面 想建立關係 然後才要 表達有件事發生 我想這樣溝通 我就覺得 不要一次過 嘭嘭聲 五個東西說出來 嘩 全都不知道有多少 而是一件 說了一件 一次就處理一件 就算了 就不是 什麼都說了 這個是他的看法 其實不是作者 是他選用其他人的意見 OK 這裡我們跳了 然後說到溝通技巧 先說到 輔導的時候 需要處理不同的事情 這個其中一個就是溝通技巧 怎樣幫助夫婦的溝通技巧 好 他好像交通差 差 交通差 差人的差 指揮他怎樣表達和聆聽 又好像教練 這個輔導員 又是代言人 有時候他們一個說不出來的東西 他代替他說 這個夫婦分享的指引 就是分享想法和情緒的技巧 當你的主觀角度 說出你的感受和想法的時候 不是絕對的真理 你只要為你自己表達所想所感受 不用替你的配偶表達 就是說 你所感受的 你的想法 兩樣不同的 這個是感受 這個是感受 感受 思考 這個想法 不是絕對的真理 我很開心 我覺得那個人是對的 聖經那些是真理 但是有很多看法 未必是絕對的 也都不一定是要這樣的反應 但是我們自己說自己的 就不要替別人說 有時候有些人會跟別人說 你很生氣我 他未必是生氣的 他看到他很激動 有可能是生氣的 有時候看到的 你不理我 有時候未必真的不理 而他不懂得表達 可能是這樣 不單止表達想法 也都表達你的情緒和感受 就是這個輔導員幫助對方 你試一下說出你的感受和看法 那些東西不一定是絕對的 總之你說出來 你不用替對方說 當說到配偶的時候 不要指描述事件和當時的情況 也都表達你對配偶的感覺 就是說當你說到對方的時候 你都說到對方的感覺 比如說 我歡迎他這樣 或者他這樣做 令到我不開心 當表達負面情緒的時候 不要忘記加一些 你對事件的正面感受 也都有正面的感受 說得越具體越好 包括你的情緒和思想 比如說 我不開心 那麼別人都不知道 什麼不開心 就是說 你那天 你走過去 又沒有跟我說一句說 我不開心 我覺得你沒有理我 所以我不開心 所以說出一個原因出來 這裡所說的是幫助配偶 怎樣去溝通 當要採用分段式的表達 每個表達一個重點的時候 加一個例子 和讓配偶有機會回應 我試過很多人打電話給我 或者見我 他就開始說一件事 說一件事 他又說另一件事 然後又說第三件事 我說你先停一停 你說第一件事的時候 你需要我回應嗎 有些人是不懂得等別人回應 他一直說 一直說 其實這些人 通常是把他的朋友趕走 我都認識 有好幾個人是這樣 一說話 很長邊很長邊 一直說下去 一直說下去 這個都是表達的時候要學習 停一停 說一件事的時候 停一停 讓對方回應 或者問一下他 你覺得怎麼樣 你有什麼看法 有什麼感覺 這樣 表達情緒和想法的時候 靈巧和配合時機 敏銳地留意對方的情緒 叫你的配偶聆聽的時候 不帶著防衛的心態 在講的時候 有一件事我不開心 看到對方的臉孔很緊張 手握拳頭 臉青了 或者紅了 已經知道不對勁了 不對勁你就不要說下去 知道不對勁 我們就留意到他 開始 我們看人的手 看他的面部 就看到他是不是緊張 知道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處理了 或者說一件事 一說 已經次次知道 一說到這樣 他都不開心 我們 也都其實看程度 譬如兩個人一向都沒有好的溝通 忽然間說這些負面的感覺 一定不行的 一定是由說正面的感覺 先慢慢建立到信任 然後才可以慢慢說到一些負面的感覺 譬如對方是很多負面的 都是聽他說 然後回應 我們讓他看到可以這樣回應 他慢慢 他就會學到 學到原來可以聽到對方的負面感覺 所以在聆聽的時候 可以這樣回應 不用一定要發脾氣 不用一定要爭口 不一定要辯論 可以大家說完的感覺 只是我明白你有這個感覺 所以聆聽的時候 敏感對方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跟人聊天的時候 看著對方 看看對方的反應 留意他的各樣的反應 就算很簡單 你見公的時候 見公也是 老闆問你一些問題 接著你回答 你開始看到他不耐煩 即是可能你說得很長氣 如果他有興趣 他眼睛會有反應 即是你說得對 做得對 不是代表你一直說說說說 但是你知道 老闆是喜歡我這樣說說話 東事相處都是 很多人跟東事相處是很有困難 我們不能夠期望 東事相處跟基督徒相處一樣 不會的 不是他不會有對我們的愛心 當然有些人有愛心 但是通常平基督徒 會不會去考慮你的感覺 你的需要 在東事相處的時候 當我們發覺那個同事有些什麼開心 我們就令他開心 那些事情他不開心的 我們不需要去改變非基督徒的 我們改變非基督徒的方法是帶他信耶穌 如果帶不到信耶穌 我們不是告訴他有些什麼他做錯的 那這個不是我們的責任去改變全世界 這個是我們需要留意 就是留意到我們何時說什麼 對方有什麼反應 我們就會有智慧地溝通 那譬如說那件事是不對的 不對他不對 我不代表我要改變他 起碼我們接立他 或者將來有機會改變 有時有些事情他是做得不對 但是你告訴他 譬如說你休息本來15分鐘 你休息了半個小時 他經常都是這樣做 你告訴他他只會生氣你這麼多 他不會改變的 你不會說完他 好啊我以後休息15分鐘 他不會改變的 我們明白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首先嘗試改變人 根本人是很難改變的 基督徒也很難改變 但是基督徒改變的機會有 但是你單純地告訴他 你聽到那時不要動來動去 他未必喜歡的 我們怎樣去幫一個基督徒 都是一個真是一個智慧來的 怎樣的方法做的時候 覺得他被愛的 首先我們是先對他多點愛 然後才去改變人 靈聽的技巧 這些都是說到幫助夫妻溝通 靈聽的技巧 當你配偶說話的時候 你應該有些回應了 表示你了解接納他 他有權擁有那些思想和感受 雖然我們不認同他的可能 但是他有權是有這種看法 透過語調、面部表情、姿勢 表達我們對他的接納 嘗試切身處理 跟他配偶的角度去瞭解他 當你的配偶表達完畢之後 你就簡單總結和從述 配偶最重要的感受、渴慕、矛盾和思想 這個稱為回饋 你回應多少呢 譬如暴盾 就是confrontation 看情況的 譬如他就說 我很喜歡他 一會兒他就很生氣 我們有智慧去問他 到底你生氣他又喜歡他 你生氣他些什麼呢 作為聆聽者就不要什麼 不要發問題 除非你要澄清一些事 不要問很多其他的問題 就讓他全都說了 不要表達你的意見和觀點 譬如他說 我覺得某種政見我不認同 我們就是聆聽了 我們不需要去改變他 我們不需要說 有什麼可能啊 你有沒有搞錯 你這樣看法也可以啊 這樣就不是聆聽了 詮釋或者改變配偶說的話 就是用我們的方法去解釋 或者改變他說的話 提供解決的方案 或者嘗試解決問題 就是他講出一些他面對的問題 我們只是聆聽 你有這種感覺 不是說遲些我們不幫他解決 但是第一我們是聆聽回應 接受他的感受 作出判斷和評估 你配偶 不要去判斷 不要去評估 那他這裡有個方法是這樣的 兩個人去溝通 首先一個人開始先了 輪流擁有發言權 譬如甲首先表達 月就聽了 那對話說了幾次之後 月已經明白 就可以轉換角色了 就轉到月去講 就是兩個人溝通的方式 首先甲先說一些東西 都講完了 那月又可以講一些他想講的東西 這些是一些方法來的 一些規則來的 不是要解決問題 而是集中於問題討論 或者是回應他的感覺 表達者的規則 用我字 這個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就不是說 你又不會相信的 你又覺得不對的 你又不喜歡這樣 因為我們不能夠代表人說話 我們只是代表自己 但是很多人就會 說別人不是說自己 而另外一個習慣 是有些人有的 就是什麼呢 用你字代替我字 為什麼用你字代替我字 有時你被人欺負當然會生氣 就是你問他 為什麼你會生氣 有時你被人欺負當然會生氣 到底他講是你還是我呢 其實他是講我的 我被人欺負當然會生氣 但是他不會用我字 因為這個我字太個人性 太個人性 我被人罵他是生氣 他不會說我字 用你字 有些人是習慣性 全部用你字 不用我字 這個是一種 有問題的溝通方式 表達的時候 用我字 精簡 內宗停一停 給對方覆述或者意譯 如果對方有錯 請禮貌地更正 就是停一停給對方去覆述 如果對方有說錯的時候 就禮貌地去更正它 聆聽的規則就是覆述和意譯 你聽到的說話 注意力集中在表達者的訊息 不是反駁 除非輪到你表達 你的任務只是聆聽和了解對方 OK 應該不停 開始 具體 採訪 位置 鏡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